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坛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大哉法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 情有数当中 一切都不可信赖 轮回当中的一刻都不可信赖 这个道理分六个方面 其中心得讲的是第五个 封后受用不可信赖之语 于天劫中大乐之 凡天弥坛得安乐 浮沉无间月火心 不断感受痛苦意 这里就是说 我们世间的很多荣华富贵 财富收拥 毕竟名声 地位等等 的确也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和价值 人间甚至远远超过 我们人间一切财富的天界受用 也没有实在的意义 比如说 欲戒天 四大天王天 三十三天 还有利尊天 毒水天 还有华罗泰 塔花自在天 这些天界受用是非常圆满的 大家也学过 俱舍道一些有关论典 他们一切的受用 全部是自然的 也依靠天人的福德力而现钱 不像我们人一样 挣钱很痛苦的 积累财产也各位特别的麻烦 不像这样的 全部是依靠汗水和依靠眼泪来集聚的 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财富 欲戒天当中的 这样的如意宝 如意树等种种显现出来 而获得快乐的 像这些天人 最后也有无常的时候 色戒天当中 禅天里面 梵天 梵天也是代表性的 其实色戒天当中 这些受用丰厚的财富 他们也是非常的快乐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 欲戒的烦恼 虽然有一些 商界的烦恼 但是我们世间的欲望 特别强烈的 遇见众生的贪欲等等 都是没有的 所以始终都可以安住在 一种禅定的快乐当中 他们始终在苏戒里面 享受非常美好快乐的 生活的那种天人 一旦他们的福报全部尽了 前世所造的善业 已经用完了 在那个时候很有可能 有些都是堕大人间 有些堕大旁生当中 还有一些甚至堕入到无间地狱 只堕于无间地狱 而到了无间地狱的时候 大家应该清楚 这里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安息之日 全部每天都是在被燃烧的火焰当中 一直焚烧 就变成了地狱火的信财 因为没有别的信财 把这些众生烧来烧去 非常可怜 而且这样的世间 大家也应该清楚 在一个中介当中 无数的岁月里面感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想到了这些道理之后 的确是天人如是圆满的福报 最后也会穷尽 而遭受如是痛苦 那我们人间的这些财富 人间的一些受用饮食 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可靠 就是没有任何的可靠 一点都是不坚固 是无常的 所以记得在《正法念诸经》当中说 与生死中多诸过患 无间无常 便亦破坏 是我们生死轮回当中 所有的财产也好 快乐也好 美好 庄严等等 这些是没有一个经得起观察的 全是就像是空中的鲜花 或者是羊眼水一样 现而不是的 所以他一点都是不会坚固的 也是瞬息即时的 马上会变成无常的 所以我们要信赖他 信任他 始终觉得是自己一生当中的一种可靠的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现在没有学过佛的人 有些把财富当作一生当中 也可以说是自己的精神自主 有些把感情或者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 或者一个事物的上面 那这是非常愚蠢之事 应该要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不得不生活 其实要是生活 都没有什么可信来的 应该通过以上的种种分析 才从自己的内心当中要知道 即使天人的福报 最后也要会瞑目 那这样世间的人 人间当中这样的财产和美好 其实更是没有任何的可信度 应该这样来想 接下来过后 庄严为光不可信赖之旅 佛生日月自身光 照耀一切世间界 死后夫之黑暗处 身战自数也不见 下面讲庄严为光 也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信赖的 比如说 他这里面转生到 所谓的天字 太阳和月亮 一般汉传佛教里面也有 藏传佛教当中也有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 不是以科学的说法 以佛教的说法 天人有非常好的福报 然后太阳和月亮 其实是两个天人 那么这个天人 也是以前造过很多的善事 我记得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法师叫做一如法师 他们所造的一个叫做三藏法术 在三藏法术里面 专门讲了 曾经通过布施 通过持戒 还有修持善法等等 这样的福德力 最后感召太阳的身体和月亮的身体 而他们在天界转生之后 因为天人自己的身体有自然的光 然后这个光 它就照射到天宫 它的宫殿 然后宫殿所照射的光 它反射到它具足的水晶和窝脊的地盘 这样之后 整个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所有黑暗 依靠他们的威光来可以遣除 但这个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天字不是我们如眼的境界 大家都知道天上的天字 不是我们人类 尤其是下面的众生根本看不到上界的微光 那么这样 它的光 我们也知道 一般太阳也好 或者其他天界的这些 它以福报力感触 不但它自己所有身边的黑暗全部遣除 而且在我们这么多众生界的黑暗 全部会遣除 本来太阳和月亮是这样的 但是一旦无常到了 无常到了以后 那么天字 月亮和太阳最后也有死亡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来 他们的寿命是非常长的 这是我们学过 一些《阿含经》和有关《毗拉耶经》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间上面 寿命非常长的 这些众生是具有的 然后他的福报用尽以后 会死亡的 会死亡以后 变成各种各样的众生 甚至有些都是已经转生到特别黑暗的 比如说 其他海洋中间的有些随身动物 或者一些道鱼之间的黑暗里面的众生 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些山洞里面的时候 特别黑暗当中 有些青蛙 有些动物特别害怕 稍微摸一摸 这是什么东西啊 毒蛇 原来是毒蛇 我看 开玩笑 非常黑暗处 那么这些众生 连自己的手脚身处 也是自己都看不见 而且常年内也一直居住在那种黑暗处 所以如果前世是太阳月亮 把自己的身体能照亮 所有的世界 遣除世间的黑暗 可是因为业力的现前 后一世变成黑暗当中的众生 有可能性的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知道前世后世的一个人一看到 哦 原来是太阳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 变成这么一个可怜的众生 啊 真的轮回都是无常的 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心里面 自然而然会生起一种严厉性 的确也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 比如说 吸引成千上万个人的 有些明星 歌星 或者潮舞也跳得特别好 唱歌也是极为动听美妙 而且他的财富 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 有些富翁 他们很多人都特别羡慕的 但是这个轮回是非常可怕的 他的下一辈子也许是变成乞丐 也许变成一些盲人 变成特别可怜的 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的俘虏和一切财富 的确也是没有什么可靠性的 既得五个王尊在《信心修行》里面说 如梦复作行事物就像我们梦中的财富一样 当他行决过来的时候 什么都是没有的 十故三间诸有情 莫坦有了修菩提 说 中间好像还有几句 当我忘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切财富 一切的名声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 得国王的财富 得富翁的财富 那个时候你显得特别的富裕 可是行过来的时候 一平如洗 什么都没有了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善解当中的一切的一切 都没有什么可靠的 最好不要贪着善有的 虚幻不适的圆满 应该一心一意地修持菩提 所以以上的这些分析 我们从自己内心当中 大家也应该要感悟到 人生都是无常的 而且我们所喜欢的 我们所听到的 所谓的美丽圆满 它的背后也是隐藏作一种虚妄 它就是一种可以说 治老虎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特别雄威壮观 可是实际上都是假的 一定要通达这样 如果通到这么样的道理 我们在座的很多修行 也会成功的 否则 你把任何色生纤维的对境 执著得非常牢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要去修持一个更坚固的法 可能不一定成功的 这方面大家应该要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 大乘佛法的教义 下面第二个问题 我们通过以上的分析 完全明白 生死轮回如是有罪过 不管是录取当中的那一处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可信的 值得欢喜的 坚持的 稳固的 没有这样的 所以你知道了轮回的本性 知道了他的罪行之后 我们应该要称起什么呢 就是善佛之名当 善佛指的是 在我们轮回当中的时候 就是要尽量地行持布施 自己拥有这种财富的时候 那么发布施 或者财布施等等 或者无为布施 然后要尽心尽力地 受一文戒以上持清净的戒律 持清净的戒律 在这个基础上 先听闻佛法 然后在此相续当中 要对着烦恼的法 要修行 持戒 布施 然后修行 这三者叫做善佛名当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自己树立 带着这善佛名当 我们乃至生生世世 你可以从光明当中取向光明 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可以说是唯一依靠善法来救护的 除了善法以外 更没有任何救护者或者疑护者 绝对不可能有的 所以《正法念珠经》里面也说了 至于死是无人能救 为除善业 罪为能救 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你死亡的时候 所有的人们 亲朋好友也好 你的眷属 弟子 以及你的最好的朋友 亲人 这些都是无济于事 他们最多在你面前哭一哭而已 除此之外 谁也帮不上忙 但是我们在生前的时候 造了一些善法 行持一些佛法 唯一的功德会跟得上你 所以世上是最伟大的 最可信的 最有利帮助我们的就是行持善法 因此我们应该持着 上面所讲的三副的名单 自己都是要去往 日夜也是无法遣除的黑暗处 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死的时候 那这个前途非常可怕的 我们有些道友晚上出来的时候 没有灯也是不敢出来 其实那个都是很害怕的 如果有点通也可以 照明灯也可以 节能灯也可以 什么样的 所有灯也可以 你遣除这个黑暗 你的恐怖当下会消失的 可是我们人死的时候 那你的前途 的的确切有一千个日月光芒王将 也无法遣除地狱和我们众生心里的无明黑暗 所以一旦我们在生前的时候好好地行持善法 那那个时候的确自己是有把握的 否则我们凡夫人 真的非常可怜 临死的时候谁也帮不上 就是独行的 归于何处都算不上 比如说你转生于一家人 但是你临死的时候 死完了以后 这一家人各自去向都是不相同的 《方广传约》里面也说了 民众之后精神独行 归于一处 我们人临死的时候 每个都是独自而行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归处 都是不同地留去 比如说我们一家人有六个人 你六个人离开世间的时候 有些可能到地狱里面去了 有些到天界去了 有些到人间去了 代表流血 就分开 有可能性 比如说一家人 他所造的业是不相同的 你们也想一想 自己家里面的人 虽然以前是依靠一个家庭的生活来长大或者生存的 可是最后 每个人的善根都是不相同的 所谓的老大喜欢杀生的 老儿是行持善法的 老三呢 我们的老三是挺好的 所以老三 老四 老五 廖路 现在我们好像世间当中 这种现象是比较少的 只有唯一的一个宝贝儿子 他好人的话 就是全家都好 他坏的话 全家都坏 所以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很多道友 有些对父母孝顺 有些不孝顺也是可以的 但现在更危险的 如果那天有一个人也说了 我只有一个儿子 他出家了我怎么办 我的种族怎么办 我的生活怎么办 我的手掌就是他 他就直指这样的 我的手掌就是他 所以现在这个手掌如果变成 地狱的因也不知道 也许变成善趣的因 因此凡夫众生在这个世间当中 行持善法的确是很重要的 自己在理所能及的情况下 行持善法 尤其是我们现在世间人 特别大的一些善法 可能自他都有困难的 但是基本的有些行持善法 每天都是坚持下去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要多观影一下一些轮回的痛苦 因为以上所分析的这些道理 其实也并不是说 只要转生到天界以后 马上会堕入地狱当中 不是这个意思 他这里的主要意思说明 即使你转生到天界 我们在三界当中 天界应该是最好的一种境地 即使你转生到那里 那里的福报会穷尽的 最后也会有悲惨的下场 所以我们要在做人的过程当中 自己不能认为是 啊 我很有智慧的 很能感的 我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一旦在死的时候 真的具有三法的名灯 永远都是你可以快乐的 否则世间的这些名灯 都没有用的 不管你是奥运会什么火炬 穿火炬的 很多人都特别高兴 啊 我遇到什么 我是穿火炬者 其实你即生当中 穿几个功力都是可以 这个是大家都会用鲜花和掌声来欢迎的 但是你今生当中的穿火炬者 你没有行持善法的话 来世当中 你在黑暗当中会不会受痛苦啊 所以我们真正的传递火炬者 就是即生当中要行持善法 真正行持善法 那就是乃子生生世世 自己也是快乐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 真的是 以前不管做什么样 但今后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之后 自己的自己不得不思考 不得不反省 如果你这么样的宣说还不明白 或者还要无恶不作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只有猪圈里面的老猪根 没有什么差别了 这不是我说的 无垢光尊者等很多人用这种称呼 下面是宣说痛苦巨大的质量 当之轮回来痛苦自行 还有之后避免转生 而需要精进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讲地狱的痛苦 旁生的痛苦 饿鬼的痛苦 还有天人的痛苦 非天的痛苦 所以人间的痛苦这里面没有说 留取当中 因为人间的痛苦前面也是基本上 也提了一些生老死病 我们人生难得 等等讲了一些 所以没有问题 下面讲地狱的痛苦 分略缩和广缩 就是略缩和广缩 略缩是这样的 律律造罪之众生 复活黑顺即少日 众和好教无间等 诸地狱中恨殊苦 首先简单地告诉我们 在世间当中 所谓的地狱 我们学过《地藏经》的 有关《大圆满信心修习》等很多大论典 大家都会明白的 地狱一般地狱的环境 痛苦 数量 这些都是无量无边的 不可能我们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 但是从佛经里面 中体上归为 汗地狱 热地狱 净边地狱 孤独地狱 分了也可以说十八地狱 那么这些地狱当中 它这里面主要讲了一些热地狱 其他的地狱 以监狱的方式来说明的 我们应该以此略推而了知的 在热地狱里面的众生是怎么样呢 大家也应该知道 三番五次地转生到地狱当中的 众生其实时间是极为漫长的 然后他的痛苦量极其强大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在人间的时候造的业 造的业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当时的意乐特别强 时间极为漫长 而且他的行为也是极其不合理 还有依靠一些严厉的对境 通过这样的造业 最后显现的果报更是可怕的 就像世间一些根据犯罪的亲众 也受到不同的惩罚一样 这些众生首先转生到 符合地狱 这些地狱 我就不讲广说吧 因为众生的业力 他在造数过程当中 后来在空中听出了 复活的声音之后 又获得了恢复 还有黑顺地狱 在身体上 用燃烧的铜匠 铁匠来画很多线 然后在这个线上面 有各种燃烧的兵器来 开始举隔 这样的地狱 还有烧热地狱和积热地狱 综合地狱 还有好教地狱和大好教地狱 之后第八个无间地狱 所谓的无间地狱 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 是再没有办法受苦的了 在我们世间当中 再没有办法受苦 这样的一个程度 叫无间地狱 这无间地狱等子里面还包括了 各种各样的地狱等等 凡是在这些地狱里面 这种感受的痛苦 的确也是无法衡量的 佛教徒给我讲 地狱的一些道理不敢看 看了以后 看他们的时间是那么长 而且受的苦是无法言受的 所以自己特别害怕 最好不看就好一点 有些人是这种想法 其实要看 要看了以后 真的是即生当中 对自己的行为会有约束的 以前你根本不知道 地狱痛苦的时候 你可能会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之后 就会觉得 真的是我不能这样做 再这样做下去 肯定会堕地狱 一旦堕地狱 再也没有解脱之日 所以有智慧的人会这样想的 当然具有一些邪见人 或者特别愚痴的人 他就什么都无所谓的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人 极其愚笨的一些凡人 他就是无而不走 最后受到法律惩罚的时候 也是非常后悔 但是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里 八大地狱是以坚略的方式来宣说的 下面是广说 当之痛苦 分两个方面 当之痛苦和娇觉断气因 首先当之痛苦也分二 真实痛苦和思维何苦产生之力 分两个 首先是讲地狱当中真实的一些痛苦 这里面主要是热地狱为主的 净遍地狱 还有净遍地狱等等 有部分的地狱有所描写的 其实汉地也是很多寺院里面 有一些地狱的景象 画像 各种非常精彩的画面 还有我们现在有些表演 演的各种地狱的一些景象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我们看了以后 如果真正是自己心里面毛骨悚然 胆战心惊 特别害怕的话 说明这个人以后不会特别爱造罪的 如果你心里面什么都无所谓 那可能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平时多看一点这方面的教言 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利益 下面就是说 在地狱里面 尤其是在综合地狱的有些众生 他们的身体全部都是 在一个非常大的铁酒里面 然后有特别可怕的 燃烧的这种铁锤 开始击打 然后击打之后 里面无数的这些众生 全部都是变成血肉 当下就死了 死了之后 当它的铁锤举起来的时候 因为众生的业力所现 全部复活的 或者两大山夹在一起 有各种以前所杀过的动物的头 我们有些道友可能以前杀过一些猪 鸡 还有一些虫等等 特别喜欢杀 包括蚊子 在身上的时候杀过 我们死了以后 这些动物 这些旁生 变成特别可怕的一些山等等 把众生反反复复地再次杀害 再次的痛苦 就像我们芝麻以前也有这样的 专门是磨粉 古代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磨粉的仪器 在这样的话 最后全部变成吸盆一样 也有这样的 我们的身体在里面 全部都是磨成细细的粉 然后完了之后 因为众生的业力又马上复好了 所以有些情况讲了以后 尤其是山根比较薄露的人听了以后 好像觉得不可想象的 不可能的 会这样的 我们以前山上有一个特别日本的放牦牛的人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监狱 有一些当年在文革期间到汉地去 灌在监狱里面 然后他们回来讲一些监狱里面 种种残酷的事情的时候 那个牧人他根本不相信 不可能的 他说我们帐篷里面哪里有这样的监狱 不可能的 他也没有去过城市 他自己是骷髅寡闻的原因 什么都不相信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也是 以前地狱里面的疏口 我们也现在想不起来 现在我们人间 也是没有看见什么地狱 这样的事情 恐怕不可能的 会这样想的 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凡夫人实质比较强 而且没有智慧的 没有真正的教理 但实际上这都是邪见 没有任何用的 一定会有这样的因果报应 还有有些人 在黑顺地狱里面 可以说身上有画八个线 四条线 或者十六条 三十二等等 在身上有很多 燃烧的铁水来画线 然后画完之后 有特别炽热的橘子 斧头来一块一块地看 最后身上的肉 全部都砍完了 全部都据成了 一块一块很细地支离破坠 那个时候 又重新回复过来 我们平时身体上面 不要说是砍那么多刀 甚至在手指上 小小地用刀子刺上来 出一点血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难忍 但是在那个时候 的确也是受非常大的痛苦 所以我们应该经常都是想到 现在也是在这样的地狱里面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但愿所修得法上 他们获得利益 在回想品的时候也是这方面 我们专门观想过 同时自己也是想 愿我生生世世 千万不要到地狱里面去 一旦我获得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的时候 我为了救护众生到那里去 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是不会痛苦的 现在作为凡夫人 不要说是地狱的痛苦 在这里面有些道友给我说一句 比较刺痛的一句语言 我三天四天都是睡不着觉 心里面好像特别的痛苦 就像钉子一样 这样的人受能力都没有 那火焰和地狱的举隔的痛苦 根本不能忍受的 应该这样想 下面说 有些众生在地狱当中 或者在乌坛河那里 已经沉溺在这样燃烧的铁水当中 然后极其痛苦 将整个自己身体的骨肉 全部都开始进行焚烧 极其痛苦 同时有无数的月族 他们拿着燃烧的铁匙 铁匙 铁匙 故意关在它的口里面 当它一吞下去的时候 整个内脏和身体 全部都变成一团火焰 还有用三间毛 或者一间毛 铁匙 兵器 从它的两个脚帐和耿门 直接吃肉传出去 然后从它的肩上和头上 直接出来 然后有些这三间毛 从头上又传出去 从身下就出来 或者传来传去等等 各种各样的痛苦 还有燃烧的铁板和铁皮 整个把身体全部搁起来 在搁起来的时候 整个它身上的肉 全部跟它吃热的铁板 连在一起 极其的痛苦 就像《地藏经》里面说是 烟通关口 热铁缠身 燃烧的铜脂 就关在它的口里面 然后燃烧的铁板 一直搁着它的身体 缠着它的身体 就像我们当心一样 非常的痛苦 所以这些说来 可能很多人真的晚上都不敢睡 或者你听了之后 心里面会感觉到 就像以前佛陀时代的时候 有些有缘 前世堕过地狱的 或者有解脱善根的这些修行人 听了之后 好长时间都是睡不着 马上心里面产生出离心的 以前我们那边也有一些老修行人 一讲到地狱痛苦的时候 就经常吃不下饭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有这样善根 非常好的人也不一定多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多修许一下 大慈大悲 佛陀的这些教言 无有欺惑的 一定要相信这个 然后自己要经常想到 哦 我不能这样造也不然肯定是堕地狱的 其实堕地狱的因 在我们生前的时候 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 比如说杀生 这些世间人觉得这是没有什么的 杀一个众生 杀蚂蚁有什么的 杀猪有什么的 只要不杀人可以 但是这是一种观念 因为杀人一般来讲 我们有些国家对法律上是比较严格的 所以说人是不准杀的 杀其他众生好像无所谓 尤其是其他有些宗教的影响 好像外面的牛羊或者这些动物 专门给我们吃的 这是我们的食品 这就是犧牲品 很多人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这些都是邪知邪见引起的 因此我们看见世间上有这么可怜的人的时候 尽量地要给他们讲一些甚深的因果道理 不管是别人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我们这样的真理 给别人宣说很重要的 现在的确是在西方的有些人 是根本不愿意听地狱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见解 虽然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证悟了大圆满 但是他不愿意听地狱的痛苦我听到也有这种人 自己认为是自己大圆满的开悟者 可是地狱的痛苦他不愿意听 这种人真是很奇怪 好 下一个颂词 游别铁持智梦圈 持持双手阳香天 离毁飞禽 奸抓牙 持持胜义不由己 下面就是说 还有些众生在监狱里 各种兵器的树林当中 也有许许多多可怜的地狱众生集聚在那里 自己经常提到自己生前一些特别喜欢的人来呼唤他 然后自己前往到那里的时候有各种铁嘴的 各种燃烧的牙齿的一些恶狗 还有一些柴囊 包子等等 各种各样的猛兽来开始射持 然后整个他的身体可以说是阳面朝天 我们听说有些地方野狗特别多的 人一过去的时候好几个野狗过来 最后那些人只有乖乖地在地上 不要 不要 救命啊 在地上这样的 这样好多狗也是他周围看一看 所以很多人一来狗的时候就在地下这样坐着 但我可能不敢 更危险 所以这样所有的野狗 才能全部都是让他 在那里一直吃到淡食 非常可怕 还有有铁嘴的一些飞禽 乌鸦 饮酒 还有各种飞禽 他们用燃烧的铁嘴来开始进行淡食他的老水 但是他的内脏 自己身不由己的只有让他好好地吃掉 有些地狱众生真的也是非常可怕 只有在猛兽面前把自己的身体 虽然已不食身不食 但是让他们吃掉的 以前佛经里面也说了 有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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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专门吃人的眼睛 这是佛经当中也有阐说的 所以我们也经常想到 尤其一些世间当中作邪淫的 或者破戒的 这种人经常转生到那里 自己在生前的时候 如果有了这些罪 那心里面经常作意 好好地忏悔 忏悔的时候 一定要念诵一些 比如说金刚萨埗星座 通过四种堆子 你来忏悔的话 可以不会转生到那里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由于各种昆虫类 万俗黑影 封诸世 遍地里上十难人 辗转凡车出爱好 还有像经典地狱的有些众生 有些众生因为他前世 杀过很多昆虫 蚂蚁 蟑螂 以及老鼠等等 有很多的小动物 以这个原因 今生当中有成千伤 无数成群的一些小虫 各种各样的虫类 还有一些苍蝇 路透蝇等等 各种可怕的毒蝇也前来 然后一些毒蝇 大黄蝇 各种蝇 它们刺入他的身体 我们平时 比如说在身上有个小小的蚊子 或者有一个小小的苍蝇的时候也特别害怕 就这样的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 有无数的虫类 全部趴在你身上 你怎么样在地上辗转 返滚 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的 整个身体变成伤痕累累 无法挽救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真的 地狱众生是特别可怜的 你如果想救命和别的众生 也没有办法的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是受这样的苦 如果人间一个人已经受了灾难 那么其他人可以帮你解除这种痛苦 可是地狱里面 个个都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快乐的 没有一个帮你的 因此我们一旦真正落入这样的地狱当中 那各种各样的痛苦 肯定要让你报上完 如果你没有感受完 那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 从中获得解脱的 所以说 我们没有到地狱之前的时候 自己真的是在人间的时候要想到 就是千万不要转生到那里 一转生到那里 获得十方解脱 可以说是不可能一样的 所以很多藏传佛教的有些修行人 特别地重视因果 哪怕是生命危险也是 他根本不会造一个杀害的众生等等 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造的 可是现在所谓的有些佛教徒 因为他不知道地狱当中的一些 如是可怕的因果 所以有时候杀生 有些造恶业 无所谓吧 有这样的念头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教育 没有深入人心而导致的 因此如果你真正是佛陀的教会 从心看身处 有所认识 那么我们根本不会造业的 尤其是你对佛陀的教言完全相信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造业的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有则治愈 火尽堆 布断 白分 口业 斩 由于铁则 具果种 生成小团 被盆调 那么有些地狱众生 尤其是在烧热地狱和激热地狱里面的这些众生 满地全部燃烧像一张高的火焰熊熊烈火的 这样的大地上有无数的地狱众生 全部在铁地上焚烧就像我们燃烧的火 最后木材全部都变成火镜一样 地狱众生的身体全部都是被这些熊熊的烈火 在燃烧着 焚烧着 焚烧的过程当中一般地狱众生 他自己根本交不出来 也看不到他真正的身体 只是跟火焰变成无二无别 可以这么说 有些众生能交出一些呼唤声音 像大号家和号家里面的呼唤声 像无间地狱的话 这是地狱众生 他长着口 因为他特别的难忍 除了长着口之外 别的一些行为和什么都没办法表示出来 还有些众生在燃烧的铁锅里面 地狱众生的身体说成小小的 全部都是就像我们煮西饭一样 或者说现在汉地有些煮火锅 火锅里面很多的一些虫类 青蛙 一些鱼类 全部都是一并倒在里面 然后旁边有很多人 欢欢喜喜地吃着他们 我们一看有些饭店里面 一天的一顿饭 肯定在地狱当中 几万年都不会得到解脱 恐怕我们在座的很多 包括有些出家人 以前可能是在家人 你睡个美女的时候 可能吃过无数这样的生命 那以后自己通过的 什么样的方式来偿还 应该想一想 以前在世间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什么样的业都是造过的 可是现在我们这样的时候 变成什么样的 有时候有些地狱的经典里面都是描写 地狱众生在大的热锅里面 一直翻滚 弗腾 一直在那里住住的过程当中 地狱众生的身体稍微出来 稍微出来的时候 越住有各种兵器来打他的头 最后也隐没在热锅当中 所以世间的一些众生可能在这样燃烧的锅里面住 一会儿就死了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喝茶的时候 有些苍蝇 蝴蝶落入 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想救的时候 马上就死完了 因为他在开水 或者在茶里面 马上死完了 可是地狱众生不是这样的 如果这么快地死 那都是很幸福的 一下子就没有命了 就可以了 我们就像人 如果被水冲了以后一会儿就 可能不需要五分钟吧 马上在水里面已经淹死了 就没有了 就可以了 可是地狱众生的宿命 因为他的业力向前 绝对不是这样的 今天一天都是在大锅里面住的话 他特别的痛苦 特别的痛苦 可是死不了 他的最大的希望就是要想死去 可是死不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生前的时候 真的如果特意地去造了一些业 那么这个时候非常的可怕 因此很多人下来之后也是好好地想一想 自己在短暂的以前的这一生当中 有没有堕入地狱的很多因 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真的想一想 现在人也老了 年龄也是不断地上涨 在活在世间的因缘各方面越来越基本上没有了 那个时候唯一自己的前途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呢 有时候自己也是非常的难为 以前的上师如意宝很多圣者在我们众生面前示现 说我会不会堕地狱啊 以前我们寺院里面有一个叫地刹活活 他滴滴去去从小一直到圆寂之前特别地精神造业 他基本上是以前包括一些挖地在文革期间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领导强迫他必须做什么他事也不做 让他杀牦牛他说我根本没办法的 你们最多把我头看了也是除此之外我没办法的 一直这样的一生当中可以说没有造过业 但是他经常说我会不会堕地狱啊特别害怕 每天都是做梦害怕自己堕地狱 在显现上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地做业 我们在座的人可能尤其是老弟子都想得起 以前法王如意宝每次上课的时候 就经常讲我会不会堕地狱啊 显现上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凡夫人以前也造了很多很多的业 现在心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恐惧 以后有些人可能还要继续造 但是心里面没有任何恐惧 那我们的前途到底是黑暗还是光明 自己应该不闻而知的 应该知道的 所以有时候的的确确轮回的大范围是非常的可怕 可是我们因为非常的愚笨 再加上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缘所导致 已经蒙蔽 迷惑 现在根本不止取舍 还要继续造业 这是可怕的事情 一定要每一个人心里面想到 现在是依靠善知识和勇猛菩萨等等 这么好的论典让我们已经打开思路 基本上了解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的 所以自己从内心当中也是要想到 以前自己所造的 凡是转于地狱饿鬼的这些因 我在诸佛菩萨面前厉厉地忏悔 只要我活一天 我每天都是好好地念诵忏悔 以后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 再不造恶业其实轮回上下都没有任何快乐 如果我们心里面真正生起这样的忆念 这就是出离心今天讲到这里 在诸佛菩萨面前厉厉地忧心里面真正的忆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